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看一下被雨水泡了三四天的君子兰 然后花根是什么样的状态 一起随着小新今天的视频来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新兴君子兰的小新长春呢前两天是连雨天 花椒里边都渗水了水位都是比较高的 这几天呢下去了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有一些在案子底下的就是质量比较一般的一些小花 连续泡了三四天都没有管它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泡了三四天的小苗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前几天的时候这个过道就全部都是水啊 然后这几天都已经下去了 但是你看一下这儿这底边还全部都是水啊 这个是花案子下面啊 然后最后几颗小苗现在小新来给大家来拔一下 看这个小苗泡了三四天之后 然后花根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来一颗看一下 花根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放了大概三年左右的话 其实君子兰的花根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你偶尔的水大啊 其实是不会烂根的 只要你这个花土的脱水性非常好 然后盘子既然选小的一些的话啊 其实君子兰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烂根的 然后也千万不要就是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这已经被水泡的土都泡松了看到没有 然后看一下这个花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其实大家只要不要准那个花根 感觉到一定程度再来浸水 然后也不要那个饮料 这种时间给它浸泡着 偶尔的水较大了 其实花根是不容易腐烂的啊 这个水其实还是比较轻量的啊 可以养一些鱼了的 然后这边是花盆都已经被水泡了 然后希望这两天长春不要再下雨了 如果再下雨的话水还得继续生长 喜欢君子兰的别忘了给小新一点个关注 高温马上就要过去了 我们的君子兰又要支愣起来了